比賽也開始了 首先南韓隊就先開始 判斷得很準 亦都不急 他們開頭第一分 都不說強大板打 一直都是擺著位置 這邊是離下強攻 很明顯馬來西亞隊也是 我估計應該會是 這個差距在馬來西亞隊的力量 比南韓隊好一點 南韓隊李隆大 他的絕對力量不太強 但是鄭在城比較好 他會比較強一點 沙板 這對力量不太強 某些位置起跳 角度特別強 沙板 在場上移動 搶望 球路方面 我想 南韓隊可能會好一點 比馬來西亞隊 但是 馬來西亞隊本身這隊 雙打 他們本身的打法 都是打攻防 防守 和進攻一樣 那麼強 比馬來西亞隊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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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有時候算數就算多也好 那些勁度大家就會看得挺過癮 這回合要防守取勝 馬來西亞隊很厲害 這位是馬來西亞隊的進攻 幸好這幾個都防得好 這位中彈幅 比賽的心理比李曼華好些 李曼華更容易關鍵分 或者打得不好更容易會掉下來 很容易動搖 這位就是李曼華 左手卡派一個就是中彈幅 他們的一組很容易認得到 這組也比較容易認 一個高 一個比較矮 一個比較矮 夠快 在推波上 6-3 3 6-3的領先 這個鏡頭看就看到 李龍大的折法 相當好的出手 4-6 6-6 6-6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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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2-6 1-6 1-6 1-6 2-6 1-6 1-6 3-6 1-6 1-6 1-6 2-6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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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2-6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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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1-6 1-2 1-5 1-0 1-6 1-1 1-6 1-1 1-1 2 2 前中前場的控球路的變化也做得好 而且打起來兩個球手的節奏很緊密 連貫很多 但我們有看馬來西亞隊的經驗 很奇怪 男生其實很講速度 但他們往往都是開局很慢熱的 他們這兩個球手 打到後段 第二局開始是越打越好 中藩鋒,你慢慢來 7、10 所以現在落後緊就好像叫他們的正路 落後三分球 看看會否就是慢慢進入局 可以追近比數 現在又追近了一分,7比10 繼續李曼華的發球 又追一分 8、10 1、1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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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這個暫停的階段 南韓組合以11比8領先住三分 繼續回到英國百明漢國家新浪體育館 衝上第一場賽事是男子雙打 雙打 暫停時11比8領先 就是南韓組合 現在分數是12比9 就是每人拿了分 差勞 可惜了 兩套網頂過和不過 是一線之差的 過不了的話 又輸多一分 馬來西亞 出現一個較大的差距 差勞 好 很漂亮 四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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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時兩班追著李曼華 回不了身 出現 出現 始終馬來西亞隊仍然未打到這麼入狀態 這個球也不是太難接 而且自己犯錯 出得不好那些球 最主要是投入程度 即是人的集中程度 南韓隊做得好很多 整個人都這麼快 快接就會興奮 越大越開 分數16比9 馬來西亞隊自己 以他們的實力打得好 應該不是這樣的 三三 10 16 兩隊都是進級過程中未失局 看看哪一個組合失 馬來西亞看起來就危險 三三 17 10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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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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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1 1 2 2 1